针对县内新著名两协会产生纠纷 多位议员都感到相当遗憾 议员许阿甘表示 台湾是个民主、开放的国度 不论是哪个族群 皆会像海绵一样的包容 看到南投县的这个 两个会这样子 发生这样的纠纷 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的遗憾 那事实上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度 那而且也是非常的和谐 那我们是多元的这个 主群成立的一个地方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善良的台湾人 什么人来 我们都像海绵一样 都是非常的包容 那不管是先来后到 大家都是一家人 议员张志明表示 新著名是南投县增加人口的稳定来源 期盼相亲都能好好对待 而议员陈兆玉认为 要加入哪个协会 捍卫自己的协会 绝对会力挺到底 我个人感觉这个风景 我个人非常疼心 我也愿望说 我们整个南投是把新著名 当作是我们的宝贝 当作是我们的经家人口所 很稳定的来源 我希望如果我们的史小姐 史会长有不当的言论 我希望你勇敢 站出来赌赌钱 他们要来选择加入哪一个协会 捍卫他们的权益 我们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蓝绿的色彩 绝对力挺到底 今天我们郑重的来呼吁 史学院女士 你一定要出来公开道歉 议员陈汉立针对协会间 在网络社群内 一些煽动性 情绪性的字眼 表示相当遗憾 议员也希望发表言论的新著名 能够公开道歉 收到这个我们新住民爱情关怀协会的 一个诚情 就是新住民来到这边已经非常辛苦了 但是还是被人家当作手段来批判 那很不幸的另外一个协会的新住民 我们这个理事长史学院小姐 居然在公然在耐的群组里面 骂这些新成立的新住民的这些协会 这样子煽动 而且分裂了这样子的字眼 居然在很多那里面的族群里面出现 所以我们今天民进党团 开着记者会 希望说我们史学院理事长 我希望你公开出来道歉 记者会后 外配福利协会也提出解释与说明 期盼两协会能化解纷争 握手言和 一起为南投县所有的新住民 追求更美好幸福的生活 民意新闻林家会南投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待的许多 中文字幕——YK